請大家打開講義第五十一面 我們講到十項的義理 講到第三段 若人亦了之 三世一切佛 因觀法界信 一切唯心照 那麼佛陀出世以後 看到我們顛倒眾生 我們沒辦法去改造自己 因為我們心中有盲頂 所以佛陀出世了以後 講出了三種道法 那麼佛陀呢 先對於眾生根基比較低的 先講安樂道 就一個人要快樂 你要掌握因果的道理 如果你能夠深刻的理解 善業決定召感安樂的果報 罪業決定召感痛苦的果報 你的生命走上了安樂道 因為你已經記住一個正確的思考 慢慢的我們從業果的思想 提升到一種涅槃的思想 我們在以無常無我這兩個光明 再來造世界 人生的確有一些美妙的快樂 比方說身體健康 身相專員 財富廣大 這個的確對我們來說 是一種快樂的感受 但是當我們在用無常無我的光明 在深刻去觀這個快樂果報的時候 我們發覺它裡面含藏的毒藥 就講快樂是有毒藥的 因為你要付出代價 從今生來說 你享受快樂 你就不得之戰 因為凡夫在享受快樂一定會執著 你會認為這是我的 你會想要佔有己有 但是不幸的是 快樂不是你說的算 你想掌控它是不可能的 因為它是業力在主導的 不是你主導的 這弄得我們傷很累的 因為我們一直要掌控快樂 在你的掌控當中 萬般間是業嘛 這是業力的釋放 所以你從無常無我當中 你慢慢覺悟到這個快樂 你要去藏它 你就有心理準備了 你就必須要付出今生的痛苦 跟來生的輪迴 你要付出兩種代價 所以無常無我就慢慢慢慢知道 我造的善業 我不應該去得快樂的果報 我應該回向淨土 回向無上補體 所以這無常無我的智慧的檔次啊 這個人的水平啊更高了 他從安樂道的跑道 轉成的解脫道 他的心慢慢激進下來 他所有的善業 他再也不敢 需求把這個善業啊 轉成來生的快樂 因為他怕到 他趕緊把善業驅向淨土 去向補體 這個是解脫道 願意說佛 心求極樂 但是這個還不是最圓滿 如果我們想快速成活 我們要把所有的 有相的業果跟無相的裂盤啊 要把它貫穿起來 無道易以貫之 就是一念心啊 貫穿著輪迴跟貫穿著裂盤 其實生命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現前一念心性 其他什麼都沒有 當他是真實的時候 他顯現出佛的功德莊嚴 當他是在顛倒的時候 你顯現出六道輪迴 如此而已了 所以離開了一念心性 無有響法可得 這就是佛陀出自 想要告訴我們的真實意 但這個道理很深 所以佛陀的慈悲啊 把心啊 本來是不可切割的哦 但是不得已啊 不得已啊 把它切成兩塊 不得已啦 因為我們凡夫說 我這一念心性 為什麼他迷的時候是生死浩然 悟的時候是裂盤其境 這種不二法門 生死也是他 裂盤也是他 太妙了 所以佛陀不得已 把它切成兩塊 分成體跟用 他說啊 體是清俊的 這個是通識法界的 不管你 過去生 打了多少妄想 不管你過去生 造了多少夜 這個體啊 是通識法界的 清俊本然 它是本然的 它是不可以改變的 這體呢 是大家都一樣 你也清俊 我也清俊 佛陀也清俊 但是作用就不同了 如果它是依空體而起的 叫秤性己修 它顯出的作用 是萬德莊 如果它迷失了空體 用貪愛的執著 而生起的作用 那是六道輪迴 所以我們的心 跟佛陀的心啊 有所相同 有所不同 體相同 但是作用呢 我們迷失了自己啊 我們向外攀岩啊 所以我們 就把自己把輪迴 創造出來 佛陀安住在空性 所以佛陀 把涅槃創造出來 所以我們跟佛陀 最大的差別就是 作用不同 迷霧的不同 好 那麼為什麼迷霧的不同 就會創造始法界呢 這個概念就 值得我們了解 當然體沒有什麼好 了解 反正是慶幸本人 你只要 直下 承當就好了 但是這個作用就甚深了 我們應該了解一下 看這個表 因觀法界信 令一切惟心照 這個表很重要啊 我們先看這個表的 下面這個線前一內線 先看體的這塊 這個體呢 有這個 性空 跟性距 先看它的性空 它是清淨本來周邊法界 它的體性是清淨 但是這個清淨呢 它法爾就是它本來就記足 始法界的染靜諸法 這個很重要 性距就是說 它這個清淨啊 有 記足染靜諸法的清淨 這個是潛在的 就好像維持著種子的概念 但是它不是用種子的 它不用種子這個名詞 它就記足 那麼也就是說呢 你為什麼會出現人的果報呢 就是我們的心性當中啊 本來就有人的法 那我們只是假借 五借十善的業力啊 把心中的法 把它啟動起來 我再講一次哈 我們一念心 本來清淨 本來具足 就像一個倉庫 它本來就有十個房間 有的房間是講 裡面裝的是佛菩薩的功德庄園 有的房間是穿二層的涅槃 有的房間是裝六套輪迴 那麼如果你照五借十善的業去虛你的心 你就打開了人道的那個窗户 就把人的果報獻出來讓你受用 讓你自己行業發泉 如果我們一佛念佛 我們就打開了 我們就打開了淨土的功德 讓我們來受用 就是四心做佛 四心是佛 所以 從佛法的角度 一切佛本來就沒有生起 因為你本來就有嘛 所以我們佛法不講生起 叫延起 是因為因緣把它顯現出來 你本來就有的東西唄 還有什麼生起呢 只是說它本來是一種潛在的功能 你用五借十善把它激發出來 所以我們一念心性本來清靜的 它有十種可能性 有十種潛能 第一個你有成佛的可能 第二個你有往生的可能 當然我們也有六道輪迴的可能 這是天台中很重要的性濟思想 智德大師根據法華君所開舔的信 就是說 我們這個清靜呢 是祭族 使法界諸法的清靜 不像二乘的清靜是完全偏空的 大乘的清靜呢 是祭法的清靜 在天台中叫祭族染靜諸法的清靜 那麼我們現在的果報呢 我們是把自己的法 把它觸動出來讓自己受用 其實剛才這裏面有十種資料 都是你本來替主的 你現在是買一個資料調出來 自己來受用 所以你做了五件十三 你自己把你自己的人的果報 把它創造出來 你做了三道淫妄 你自己的心把你自己裡面 祭族的那個三二道的法 創造出來 所以一切法本來就沒有生 他本來就祭族 哪有什麼生 生什麼叫生 是本來沒有後來便有嘛 本無今有叫生嘛 所以佛法不講生 講延起 就是你創造一個念頭 把這個法把它獻出來 叫圓起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給我們一個很大的信心 不管我們過去做了什麼 佛菩薩的功德還是在那裡停著 只要你能夠打開佛菩薩的那個門的密碼 你隨時可以把佛菩薩功德創造出來 因為你的心中 本來就記住佛的可能性 只是你現在不知道方法操縱 你不知道用什麼鏈頭去打開它而已 所以這種圓頓思想啊 是讓一個人很快從罪月跳脫出來 很快進入正道的一個非常重要思考 就是生命就在你一念之間 如果你能夠掌握這個道理 你靈命中的時候在轉這個業力 那非常快 這個思考模式啊 套一記佛陀在任人經所得 滅業障如翻大地 因為你本來地主佛的功德嘛 你沒有死掉嘛 你過去因為傻傻的去啟動了 輪迴的這個開關而已嘛 你現在可以重新啟動嘛 所以這個信聚的思想就是說 我們本來是親近 但這個親近不是頑空的親近 是妙友的親近 是祭族染定諸法 那因為我們今生的很多鏈頭的造作 所以去刺激到不同的法界 這就顯現的不同的火爆讓我們來受用 這麼叫做言起論 所以佛法很少講言生 因為你本來就沒有生嘛 是因言把它生起嘛 那麼也是因為讓它消失掉了 淫滅了 所以一切法沒有生起 一切法本來就沒有生 因為你本來記足的唄 好 好 那麼這個概念有了以後呢 我們就來看看 那麼是什麼應言去觸動 使法界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就是說一念心性的本體是親近的 而且是記足染進諸法的親近 好 那麼這個親近當中呢 有十種可能性的激發 先看第一個 稱會協贏 假設我們的妄念啊 經常起稱會 起協贏 而且這個鏈頭是塑塑現形 生生耗耀 你自己會把你心中的第一的法界 把它激發出來 就顯現第一的火爆讓你受用 世心做第一 世心變現第一 千灘不捨惡鬼法界 那麼我們的妄念的方向是往千灘 自私自利的方向跑 你自己會激發你心中的 惡鬼法界 讓自己受用 你來生就會變得饑餓口渴 如果你一生當中呢 經常生死疑似暗盾 經常也不學佛法 老是保持那個暗盾疑似的心 你就容易激發你促身法界 我慢控高 阿修羅法界 阿修羅這個人是比較喜歡修善法的 但是他這個人修善法不抱大 他那個稱心慢心特別重 對立心也特別強 那麼這種人就很容易激發心中的修羅法界 堅持五戒人道法界 那麼他能夠對於這個五戒的善法能夠堅持啊 他就激發心中的人道法界讓自己受用 那麼今修十善 這個十善比五戒更高了 因為他調伏心中的貪爭是煩惱 就產生天道法界 但是這個六道輪迴呢 以佛法的角度啊 全部是妄念 我們把妄念做一個簡單的定義 我們前面有說過 只要你迷失你的本體 只要你迷失的空性 這就是妄念 簡單的講 你只要不是站在空的角度來面對人生 全部是妄念 你沒有站在清靜心的角度來看人生 就全部都是妄念 簡單的判斷 就是你沒有議題取用嘛 從華華鏡的時候你離家出走嘛 真如不守自信一練妄動嘛 離家出走唄 妄之來死路啊 你根本不知道你從什麼地方來 然後在外境攀岩 攀岩到善的 運氣好一點 啟動的三善法界 攀岩到惡的 啟動三善道的法界 但是本質通通是攀岩 只要你的心沒有安撫空性 你起一個鏈頭 你只要知道這個東西是認為它是真實的 真實有的 真實有的 妄念 你知道它是如夢如幻的是空性裡面顯現一個影像真實 所以 真旺 就看你有沒有安撫空性 因為你沒有安撫空性你就向外攀岩嘛 你就把它當真嘛 就會去騎嘛 攀岩愛騎嘛 取到善法算你意氣好 快樂果報 取到惡法 你就出現痛苦果報 但是全部是妄念 因為你 忘掉你的 忘掉你的 本來面目 因為你沒有安住你的本來面目 這個叫妄念 那麼這以下的四聖法界 全部是真實的鏈頭了 從空出假 只是它的層次不同 我們來看看 政務人空 生活法界 這個人空就是我空 它從無常無我的道理誤入了我空 真實的鏈頭 但是這個檔次不是很高 但至少它是解脫道理 第二個 知言性理言訣法界 那麼它的我空的智慧不是從無常誤入的 它是從陰言性空誤入的 這個人水平更高了 這個元絕法界 這個我們後面會再詳細的說明 六度萬恆其修菩薩法界 真實平等諸佛法界 四聖法界 都是安住空性 但是呢 小聖的空啊 它是比較偏空 它沒有大悲心 大聖的空裡面有菩提心 大悲心 就插在這裡 但是基本上 三秤都已經安住空性 所以華華心上說 三秤共坐卸脫床 就是空性嘛 但是這個空性當中 有些人是完全出離心嘛 自私自利的空 有些人是慈悲的空 這樣子而已嘛 所以我們從空性又分出了 身文元絕菩薩三秤 但是這些人都是聖人 不可思議了 他們在看人生 已經從空的角度來看人生 只是說有一種人 是比較自私的心態 有一種人是比較大悲心的心態 但是空的本質是差不多了 你看那個二秤人啊 我們舉一個例子 你看佛陀滅度以後啊 佛陀滅度以後當然有兩件事很重要 第一個佛陀的色身 舍利子的流通 第二個佛陀一身的法寶 兩件事都很重要 一個是供後世膜拜 一個是供後世來學習 那麼佛陀滅度以後啊 當然佳舍尊者就 他是借到最高嘛 就同理整個大眾 他就宣布一件事說啊 這個色利子啊 交給君士去負責流通 身團不要插手 他說我們有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佛陀一身的法做一個結集 供後世來學習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佳舍尊者那個說 基因物是發大悲心的 他要求所有阿羅漢 請你們不要馬上面渡 因為你們都是跟隨佛陀幾十年的 佛陀說的話你們都記住 我們必須把 每一個人所聽到的話 把它匯集起來 做一個經論的結集 色利子尊者不但是對生團 連到天上去的 僑房伯提尊者 他也沒有放過 僑房伯提尊會知道 他是牛式尊者 因為他過去生啊 批評一個比丘說他吃飯啊 像牛吃草一樣 但這個比丘是阿羅漢 那雖然向他懺悔 但是這個業太重啊 還有五百次做牛的果報 走到變成人的時候 他的嘴巴啊 就不莊嚴 吃東西就像牛在吃草 那但是他是這個阿羅漢啊 佛陀很怕基因 毀謹他造口業啊 說你這種長相啊 人家對你不會恭敬的 你不但不為眾生福田啊 你變成眾生造罪的機會 你乾脆到天上去好了 因為天人都有神通啊 一看到哦這個是阿羅漢 他知道他是阿羅漢 會恭敬他 所以牛式尊者呢 就奉佛的辭命啊 就到天上去了 那麼佛滅度以後呢 加塞尊者就去找 這個牛式尊者說啊 佛弄滅度了 請你老人家來參加結集 因為你老人家早期的時候 有進去過佛陀 你也多少聽一些話 牛式尊者拒絕這件事情 他講了四季集 他說啊 喬佛波的其手裡啊 妙眾地義大德森啊 如來滅候我誰去啊 如大象去相子誰 他說我自成頂你 你們想要結集的這些僧團 喬佛的其手裡 你們這些發慈悲心啊 願意結集佛陀經典我隨時讚嘆 但是我的心情啊 我不想再到人間去了 如來滅候我誰去啊 就像小象跟隨大象一樣 我現在什麼也不想做了 講完以後 就用三倍真火 就燒掉自己的身體 就做面 所以喬佛波提他也振得空性 但是呢 他沒有一種願望 缺華力他的願望 所以我們合理的推論 他已經進入了偏攻內盤 他這個偏攻內盤怎麼來的呢 他自己的空性的概念 啟動他心中本來具足的 二稱的內盤 還是他自己的東西 各位我們生命當中啊 我們一生當中啊 你六根的見聞繡長覺知啊 全部是你自己的東西 我們每一個人都活在自己的心中 那個人是這個意思 就是水炮的概念 每一個人都活在心中的水炮 當這個水炮破了時候 你又換一個水炮 只是說有些水炮比較漂亮 比較莊嚴 有些水炮比較稠陋 如此而已 我們不可能離開自己的內心去攀掩別人的事情 不可能 我們一生起了很多的念頭 有善念有惡念 這個念頭 觸動了自己心中的乏 然後讓自己來受用 這個就是一切唯心造 沒有一個東西是外來的 當你覺悟的時候 你只是做了一件正確的事情 你的念頭不再觸動你心中的六凡法界 所以在天台的思想 佛陀不斷信惡 佛陀只是覺悟了 佛陀信裡面六道輪迴的惡法 並沒有斷掉 因為這個東西本來就有了 本來就有你就沒辦法斷掉了 他不是後來有的 他本來就法爾濟族死法卻南軍諸法 你怎麼斷 那麼為什麼他這樣講 他說如果佛陀斷了這個惡法 那麼佛陀為什麼能夠到三二道 顯現三二道的果報 來度化三二道終身呢 他如果把惡法給斷了 那佛陀用什麼意言到三二道去呢 那麼佛陀到三二道差在哪裡呢 就是佛違法亡以法自在 他顯現三二道他得自在 差在這裡 沒有一個東西是離開你這念心另外存在的 沒有 所以人永遠佛在自己的妄想 所以我們今生是怎麼回事啊 你情深打了很多的妄想 當然有的妄想是勢力薄弱的 有些妄想是很堅固的 那麼這個妄想 觸動你心中的染進諸法 然後讓你今生受用 你今生的果報 是你前身的妄想 把它觸動出來 所以合理的推論 你今生你要檢查你的妄想 如果你覺得你的妄想不滿意 你現在還可以調整 我們必須要打 求生進度的妄想 打善良的妄想 你才可能去觸動 安樂的果報 往生進度的果報 這個就是生命的現象 所以改造你心中的妄想 變成是生命全部的工作了 因為所有的業力都在妄想裡面 好 那麼這個就是 大勝佛法的緣起論是這樣案例的 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其他的說法 那麼前面的思考模式呢 講到這個心中有真妄 所以觸動的不同的結果 好 那我們來看看其他的說法 會同諸說 首先呢 用最有名的天台的思想 因為天台的思想 是最容易理解的 比華音金簡單多了 從天台的思想來解釋這個做法實相 什麼叫一切唯心照 我們把它練一遍 好 世間學問 亦理淺 頭緒多 故事亦返難 初事學問 亦理深 現所依 故雖難仁義 現所非他 現前一念心性而已 古雲 立一心為中 照萬法如盡 能觀心性 則具一切佛法 且如此心 不在內外諸處 亦非過去現在未來 亦非自生他生共生 無因原生 其非極空 而實法界 而實界實如三千性相 秉然其限 無欠無餘 其非極假 心外無法 法外無心 於其中間無是非是 其非其非極中 彌此一念極空 則為六凡 彌即假 則為二勝 彌即中 則為別教 為物現前一念 當下 即空假中 則實界無非 即空假中 不於九法界外 別屈佛界 亦不於佛界外 別有九界 四位三千果成 賢称 賢称常樂 賢称常樂 賢称常樂於 相詩見取 方之千金萬論 賢非 外賢非心外 失色 免之 好 那麼這個 譜保實相呢 偶依大師呢 實卑用天台的思想 把它講得更詳細 喔 我們看第一段 那么第一段的准备有三小段 先看第一小段 偶尔老师把世间的学问 跟佛法的学问 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说世间的学问 比方医学 科学 文学等等 那么他的毅理是非常浅薄 但是呢 头绪广大 所以看起来容易 实际上很难 因为世间的学问都是在打妄想 世间的学问 以佛法的角度 就是把简单的事情 复杂化 因为他安立很多名言 所以你看到 现在的人读书越读越傻 因为他 安立很多名言 他就产生障碍了 真的很多 大智慧的 大智慧 特别大智慧 他没什么读书了 他晃的心是更灵巧 当然读书可以创造中等人 但是上等的才难 因为你的名言太多了 你心中的那个概念 把你陷住了 所以世间的学问 安立在名言分别 简单的就是妄想分别 但是佛法刚好想嘛 佛法是破名言 破妄想 所以他一礼深 但是他的线索只有一个 就是把我们的心带回家 就是你不要老是向外攀岩 不要老是安立很多名言 去触动六道轮回的自己的法 世间的学问 天台中叫做无差成差 本来没有差别 去创造差别 自己把它创造成差别 所以生命动得很复杂 佛法是差别人 佛法是差别无差 他是把你从复杂中把你抓回来 把心带回家 如果你的心越来越单纯 你这个方法你修行就对了 这个很容易判断 你如果学佛学了几十年了 你的心还很复杂 就糟了 方法错误 因为你的方法护照 表示你妄想打得重 表示你的生死业力强 表示同样练佛 你就比一般人不容易往生 因为你自己去跟你自己心中的六道轮回 感应到教了 一个人要往生 诸位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的生死业力降到最低 如果你这个人对人生看得越来越淡 所以我一大师讲 佛法从半中九 世间从容 世间是不断的刺激你的感受 刺激你的妄想 因为物质的世界就刺激你的受 五花八门 所以你这个妄想打得重 你就触动生死业力 所以你如果觉得说 你要往生 你除了要跟阿弥陀佛感应的这块道路 要走上去 异佛练佛以外 你说博世界的妄想要少打一点 因为你打一个妄想都是一个业力 所以这个一切妄想唯一妄念都有差别 就是这个妄念 它是生死的根本 所以世间学问是刺激你的妄想 那么初世的学问是调伏妄想 这两个方法不一样 那么佛法的线索是什么 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就是现前一天心性 众生本具诸佛所证 清静滚南周遍法界 法尔记足染静诸佛的一念心性 这一念心性你要操作得当 它就是万德庄严 你要操作失当 它就是六道轮回 所以整个法界就在一念心性当中 所以古人啊 这个古人是谁呢 就是中君录 那么有名大师呢 就以一心为他的宗旨 一心而延伸万法 心是本体 法是作用 就是一念心 它有可能创造六道轮回的杂兰法 它也可能创造万德庄严的清静法 以一心为体 而显现出万法 就像镜子一样 这个地方是个总说 这也叫别式了 那我们怎么去了解一念心性呢 人观心性则既读一切佛法 只要你一个人 你想通达一切佛法 你要内观 你读了教理以后啊 你一定要把所有的理论呢 就回归到你一念心性 那回归到什么呢 看看下面 回归到三个方向 极空极甲极中三个方向 先看极空 我们一念心性呢 它呢 不在内外中间住处 这个指的是空间 为什么它不在内呢 因为那一经常说 你见不到你的五脏六腑吧 所以它不在内啊 为什么不在外呢 因为它心在外面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它也不是在你身体之外 它也不是在中间 因为中间的定位模糊 所以呢 在空间上啊 是没有处所 在时间上 它也不是过去 也不是现在 也不是未来 因为过去心 已经消失了 你说你说 昨天你的心 跑哪里去了 你昨天那一念心 跑哪里去了 没了 因为炎起炎灭嘛 生命是流水的嘛 它流过就没有了 那么未来 未生 明天你的心 跑哪里去了 明天还没有开始 当然不可能 明天充满了变数嘛 那么为什么 现在心也不可得呢 因为你说 现在的时候 它出行无常 它岔楼岔楼生灭 你讲现在的时候 已经变得过去了 所以未来 过去已灭 未来未生 现在岔楼岔楼生灭 所以它没有时间下 也没有空间下 那么从理论上推呢 它也不是自身 它自己不可能生起 它也不可能 完全靠它 外在的阴眼生起 也不可能自跟它 合合生起 那么也不能说 无阴眼生起 它要有阴眼的刺激 才能够生起 所以 既然是阴眼生 它当体极空 这个很重要 密心了不可得 我们的心 是没有形状 所以它才可能 变现无量的形状 我们的心 没有善恶 所以它才可以 去教育它 才可以把它形成善恶 我们的心 这个极空 简单的说 就离一切相 它没有相状 它要有相状 那就固定了呗 那人生就不能改变 我没有相状 但是我感觉到 我心好像我有一个思想 我有我的个性 那不是你的心 那是你的妄想 那是心的作用 不是心的本体 我们在自己的亲近本来的心里面 我们自己列造一个影像出来 这是你的妄想 所以我们的心的本体是亲近的 第二个呢 它又援替死法界的 染替之法 死法界时如是 三千性相 简单的说就是 以咒万法 身柔万象 都能够由于你心中的不同作用 而清楚分明的显现出来 无谦无疑 无非己讲 就前面讲空 如来上这个讲不空 我们一念心是 离一切相 它又记足一切法 只要你动一个念头 你就会去欣喜你的内心 就触动你的心 显现死法界 染境诸法 所以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以及中间 无事无非是 其非其中 所以心 显现万法 万法是心所显现 这两个呢 是分不开的 就好像禁止 显现影像 影像 当然也离不开禁止 所以我们一念心 它的相貌 简单的说 极空 极甲 极重 这个是叫做 现前一念心性 它虽然 清静本来 又具足万法 叫极甲 它虽然极甲 又极空 又清静本来 那么我们再看看 往下一段 那么为什么 死法界是什么 分立的呢 大家的心 都是清静本能 都是具足万法 那么为什么 还显现死法界呢 因为迷雾的不同 迷的最深的 就是凡夫 他迷的极空 凡夫站在 有的角度 来面对人生 在处处的执着 所以他启动了 六凡法界 我们自己打开心中的 六道轮回的门 因为我们执着 有向 迷的极空 二胜已经安立的空 但是二胜呢 他这个空啊 不季足妙有 他缺乏慈悲心 所以呢 他迷的极甲 他忽略的心性中啊 有无量的可能性的 这个法 偏空了 所以他执着空啊 就变成二称了 那么菩萨呢 他执着中道 所以他不能空有无碍啊 别教育菩萨 所以只有能够完全了解 现前一段性性 当下 极空极甲极中 真空不爱妙有 妙有不爱真空啊 才是真实的 言教的言顿思想 所以我们一开始啊 现在宇宙人生啊 他的意思啊 先了解人生 你才能够了解宇宙万法 你一念心性突破了 那么这个死法界 道理就是列退 就是你心中所现的 所以他也是极空极甲极中 既然你能显现的心 是极空极甲极中 你所显现的一切万法 当然也是极空极甲极中了 所以不在九法界外别其佛法界 也不在佛果外立有九法界 示威三千果成 弦天常礼 这句话太重要 不在九法界外别其佛法界 成佛之道 就在你一念的妄想当中 离开你的妄想 没有成佛之道 你想办法让你的妄想醒过来 你这个妄想就是真实的心 真妄不恶的概念 诸佛解脱从众生心形中求 所以二圣人跟外道 做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他把妄想给断掉了 不对 错存菩提 一只马 当他失控的时候 他变成一只野马 但是你把马给杀了 你什么都没有 你如果调伏他 他变成一只能够帮你工作的两马 我问你 这个两马 这个优秀的这个两马是哪里来的 就是那个狂马把它挑过来 所以诸佛要知道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不在凡夫法界 另外有佛法界 这是很重要的大乘的不恶思想 就是说真妄不恶 就是说我们不能讲断烦恼 这个概念是错的 我们叫转烦恼 所以烦恼是要疏导 你不能压抑他 因为这个烦恼 那是因为迷的 一念迷变成烦恼 其实他的心也有菩提性 他也记住死法界 那一念的妄想当中也有佛法界 所以 我们不讲断烦恼 我们讲转烦恼成菩提 叫转 这个转很重要 古人常讲一个 譬如说这个水 水要失控的时候 叫黄河泛滥 那是一个灾难 但是水被调伏的时候 是灌溉我们的田地 水没有好坏 是调伏跟不调伏而已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 不要责惯你的妄想 你要好好的跟他沟通 用佛法的道理来引导他 让他接受业果的思想 让他接受无常无我的思想 让他接受菩提心的思想 以后往生 就是你这一念妄想 没有其他 你靠的还是这一念妄想 所以我要是说 只是现前一刹罗法 其实当下的一念心而已 望前明果望后明因 对望过去 它叫做结果 对望未来 它是一个因地 就是现前一念心性而已 离开现前一念心 无有少法可得 所以人生就是改变你的心态 所以这个转变很重要 叫做九法界以外的心 就是成否的心 这个是大乘的不恶思想 我们看最后的总结 向此见其方知千金万路 习非玄晦心外失色 所以一切的法门 其实佛陀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把心带回家 回归到我们的亲近本性 从本性里面重新出发 去创造佛的功德 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概念建立起来以后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要按住空性 佛法是先安住再调伏 因为你安住错误 你的心就向外攀岩了 修行啊 先找到生命的立足点 安住在清静的本体 才能够一体启用 所以安住空性不随旺转 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能够跟妄想啊 面对面的起冲突啊 这个是佛陀大智慧 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妄想是生死的根本 但是你怎么面对他呢 你不能跟他硬干 你不是他对手 佛陀告诉你自己啊 何其自信本质清静 这句话太重要了 你要从根啊 把这个妄想拔掉 你本来就没有妄想 佛陀这招太高了 安住空性就是 站在没有妄想的角度 来面对你的妄想 诸位你还记得吗 你从什么地方来 你要记得吗 我们离家太久了 在外面流浪太久了 我们来自同样一个家 就是清静本来的心 只是我们 在轮回当中 打得太多妄想 打到我们每一个人 都互相不认识了 现在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所以你 就要知道 修行真的有快慢 如果你掌握一个错误的方法 你就很辛苦了 我讲实在话 人生短暂的 没有让你太多的时间 去那边尝试 Try and Error 没有时间 最聪明的人就是 赶快掌握 祖师大德佛菩萨的传承 掌握一个清静的道法 赶快上去 因为大家环绕都差不多 不让觉来 打着这么多妄想 大家都差不多有多少 那么成功失败就是 谁能够掌握那个道 菩提道 这是关键了 他之所以能够成功 不是他的妄想比我们少 不是 是他掌握一个正确的思考模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经典 佛陀出事 他一定有事情要告诉我们 佛陀不会出事 佛陀出事不是只是显神通而已 他一定有什么事情想告诉我们 他才会出事的 所以佛陀灭度的时候 把道法放在经典里面 达望本空 知真本有 就是这句话的最后的总结 就是站在本来没有妄想的角度 来对之妄想 站在本来没有业障的角度来忏悟业障 站在本来没有生死的角度来聊生死 这个就是安住现前一念心性 愣人机给他一个非常漂亮的名词 叫做正念真如 其实这是安住空性 这个概念在你灵命中太重要了 灵命中的时候 我们过去生 我们今生所导的妄想 都可能会陷起 会去刺激我们的佛号 这个时候 谁能够保护佛号呢 只有这句话 安住空性 你本来就没有妄想 你这样一想 妄想就没有力量 因为他的根被你斩断了 所以我们遇到烦恼的时候 不是马上对视他 你不是他的对手 你遇到烦恼 你试试看 先念三句 何其自信 本质清静 我本来没有烦恼 你念何其自信 本质清静 你念三遍 你试试看 那个烦恼的力量 完全让你崩溃了 你再提取佛号 试试看 所以我们要先放下妄想 你才能够面对妄想 再去对峙妄想 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乘的概念 整个愣元经的思想 都在讲这个 达望本空之真本有 你本来就清静 这不是外来的 是你本来就清静的 之真本有 那么妄想 本来就没有的 这是我们本来的面目 你们这个概念懂了以后 我们后面就把它做一个 简单的总结 六祖大师 我们把它练一遍 六祖大师云 何其自信 本质清静 何其自信 本不生灭 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那么这个大家一看就懂了 心性的本体是清静的 而记住一切法 但是呢 我们因为不同的心啊 因为我们迷的空 迷的假 迷的中啊 因为迷雾的不同啊 就触动心中那个法呢 就显现实法界的差别 就叫做 体 一体体用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 永家大师的正道歌 永家大师云 不离当处常战然 密集之君不可见 所以你要掌控 极空极脚极宗啊 你看祖师的开悟啊 的那个祭送啊 都没有问题 就是说 找 密集之君不可见 他显得是空性 不离当处常战然 显得是妙永 你看 你看 佛陀带 摄利伯尊者 在寻找 在惊醒的时候 佛陀的心性啊 他是 显现的是一种 慈悲心 所以照在这个鸽子身上呢 鸽子感到很安稳 摄利伯尊者 他的心还有 称心的习气啊 所以他那个身影啊 照在鸽子上面啊 鸽子感到害怕 但是 请问 慈悲心长得怎么样 参善心长得怎么样 慈悲心在哪里 参善心在哪里 找不到 但是 你感受到那种磁场 不离当处常战 这个是极空极脚极重 他没有相貌 但是他有法 他释放一种 磁场出来 他有他阴眼的作用 这是极空极脚极重 好 我们把前面的思想 再把它总结一次 至于这个思想 你要懂的话 四到八都是佛法 延起信空 信空延起 这个一般来说 佛法讲延起信空啊 他的重点在后面那两个字 后面那段 他偏重在空这块 只是说 这个空呢 带有延起诸法的空 他不像小镇的偏空 他讲信空延起的时候 偏重在延起 他偏重在后面 随言不变 是讲体 不变随言是讲用 无不从此法界流 是讲用 流出去 无不反馈此法界讲体 非一非一 就是体跟用之间 他不能说是有差别 他也不能说是无差别 那么体用之间呢 他也不能够说是非极 就是不相同 他也不能够说 不分离 就是他们是 他们是 一念心性 那么显现万法 万法呢 又不离开心性 所以他是非一非意 非极非离 是这个意思 体中有用 用中有体 就像禁止离不开影像一样 这个四道八雷 都在讲中道思想 但是九十十一时就外道了 长剑 就是外道的我执了 认为生命是长的 断剑 繁复的断媚剑 外道 自然外道 自然外道就像有点像道教 一切法都自然的 生命没有章法 这个也都是违背信空 远起信空 神我 神我是认为 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神我 那么一切法是由神我创造出来的 那么这一分长一分五长 对立的思考 不对 佛法认为一切法 一体体用 它体用之间是没有对立概念 它是没有对立概念 它是体用不二的 所以外道的虽然它也一个 一个本体的本体论 它在这个本体论跟一切法 是一分长一分五长 它是对立的思考 这不对 那么总而言之呢 我们把前面的政见做一个总结 一念心心的概念 它也是强调的业骨 因为你阅历造久了 就变成妄念 就强大的妄念 就离终的时候就引你到 三二道去了 所以 现前一念心心 它也不否定的业果思想 因为它欣喜嘛 你不断的起这个念头 它不断的欣喜你的内心 就把这个六道轮回的业力给触动出来 只是说呢 一念心心啊 它只是说 站在清静心的角度 来面对你的业果 站在清静心的角度 来面对你的烦恼 面对你的业障 面对你的生死 如此而已 这叫趁信起修啊 大圣的实相 他只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心带回家 把生命归零 做这件事情 但是你做这件事情 你所有的修行啊 那是 日节相悖 这是那个句话 你修一天 超过别人修一节 你不要站在妄想的角度 来对峙妄想 你要站在 清静心的角度 来对峙妄想 诸位你要知道 银河因柱 比银河降夫其心更重要 你这个根本安抚错了 你就很难修行了 真的很难修行 这个方法造作错误啊 你就不是妄想的对手 跟妄想打仗啊 我们是仪少胜多啊 你用时间很短啊 妄想打这样长的无量节来 你凭什么跟他作战 凭的是摩波雷波罗蜜多美 到彼岸啊 你用佛法跟他对抗 你哪是他的对手呢 你练佛时间才这么短 妄想打这样久 所以你要有佛法的传承就是 先正念真辱 然后才有资格 调佛妄想 唱个业障 了生脱死 但是其他的士修 该怎么做都没有改变 该念佛念佛 该拜仗拜仗 该持戒持戒 只是多了一道手续 先把心带回家 安住清静性 做的这道手续 但是 让你所有的功德 百千万倍的加倍 如果你能够介绍这个思想 对你是大有利 这概念很重要 你有问题 你现在可以提一下 因为我们下一堂课 就开始研讨了 如果你还有不懂的 这个观念太重要了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是 都懂了就对了 你先懂没关系 不是 你先相信佛陀说的话 是吧 当然对我们很陌生 因为我们老是跟妄想打成一片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 已经流浪太久 我们不知道我们家在哪里了 但是佛陀说 你还记得吗 你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你后来把它弄成这个样子 本来是清静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回家 但是你起码要知道你的家长得什么样子 这是重要 如果你连家都忘掉 你就不可能回家了 如果你不知道何其事 本质性本质清静 你不可能回家了 你不可能回家了 家就跟你没有言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当然这个道理盛生盛生啊 我们很多生庙的道理只有修皈依 我们相信佛 相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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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皈依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论证啊 没办法论证啊 业果的思想可以论证 善业成就安乐的果报 罪业成就痛苦的果报 这可以论证 无常无我的道理也可以论证 你马上可以知道你今天跟昨天不一样 这个可以论证 但是你的心本来清静 这个大乘是不失意尽 就是没办法论证 所以养性真如 养性 所以佛法到最后的时候 只有修皈依了 我们相信佛陀 历代祖师的传者是对的 这个没有道理讲 这不失意尽 谁能够相信 谁就走上了大乘的不敌道 诶 谁说 请问如何有效的安住攻进 你知道他 你要经常去想这个道路 你要常走嘛 你不能生疏嘛 所以我们经常忘掉我们心事清晰 所以就一下子被妄想牵着走 主人你看有些人他一醒来 他电灯没有开 他就很自然能够闭着眼睛 能够走入他的幻许室里面去 因为他熟悉了呗 是吧 这个道他熟嘛 他随手就能够抓到牙膏 随手抓到那的 他都还没醒过来 就抓到他的牙刷 因为他熟悉 我讲核心秩序本事清晰 我看你们是很不熟悉 对不对 因为你们很少去想这件事情嘛 所以你要多想嘛 这个道路你要多走嘛 伸转熟嘛 你不要老是讲两点烦恼很重啊 你就想半天你果然烦恼很重啊 你要告诉你自己 你没有妄想 你本来没有妄想 那是后来的 这后来的 他就可以改变了 我觉得佛法很高明 他把这个凡夫的想象 加一个妄 希望的想象 妄想这个名字 安逆的太好 他本来就不真实嘛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能够短时间成佛 我们离命中的时候 为什么能够在很快的时间 让妄想不干扰我们 因为妄想没有自信嘛 如果妄想有自信 糟糕了 真的糟糕了 没有一个人逃得掉了 如果业力有自信 那糟糕了 没有人可以大悦往上 如果业力有是真实的话 那糟糕了 如果妄想是有自信 你打多久妄想 你就要用相同的时间把它消灭 如果妄想有自信 那就糟了 那无量节日来打仗都妄想 那这样子谁都没有希望 还好 妄想是本来空的 亲近是本来就有的 这个概念你先相信它 然后呢你不断的去思考它 让它在你的心中这个道 让它生根 叫善根 让它慢慢慢慢变成你思考模式的一部分 你就有希望 你要很熟悉 很熟悉这个思考模式 要很熟悉 那么当然 有些人是第一次听到 但没关系 永远不会嫌太晚 觉悟永远不嫌太晚 其实整个禅宗啊 明心见性啊 其实就是悟到两句话了 达望本宫 知真本有 悟到这一点 但是这一点对我们太重要了 你这个生命的反转啊 这句话太重要了 安住空信 不随望转 好 那么我们政见片啊 整个佛法的思想 业果 无常 到这个亲近性的空信啊 都讲完 我们下礼拜二 会针对前面的发行片跟政见片 跟大家做一个互动 我会可能会找几个问题 来做一个论述 然后大家来讨论 那么后面还有时间 你就可以自由的回答 自由的问答 我希望下礼拜二 你把书本也带过来 可能有些人会问一些书本上的问题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阿弥陀佛 向下文长 父母再来日 回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